有人说中国土豆腐的吊杂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不自立卑微 觉得外面的月亮 比我们的意思 这个土并不是土里土气的 而是土生土长的意思 在近些年来 四个城市人口 中华田园犬 慢慢地被人遗忘在乡村前做 并把不知名的 长相丑陋的犬 全部归为中华田园犬 所有的乐犬商人世界 全部让中华田园犬肥贵 明明中华田园犬 极举灵性 还被造谣中华田园犬 只伤及地没有福气 明明城市中 几乎找不到年华田园犬了 还被人造谣中华田园犬犯的成灾 中华田园犬 其实各种辣椒犬 有串串的代理词 他们也是要串串的 在苏世词中 老夫聊发少年黄 左肩黄 右秦苍 里面的黄 就是中华田园犬 它是古代贵族身份的象征 虽然等待在沙沙 也没有经浪的气候 没有大摩的高颜角 也有二哈的游泳 但是中华田园犬的性格温顺 忠诚度高 不准一致几乘 就算面对自己高大的敌人 也有拼几乎的力量获得 生命力更是堪股凡事 却有吃剩饭 并有糖量 俗话说人见人贫索 不见家贫死相少 大黄的宗诚度绝不是所有权者 这个存在 但是大黄与邻国出国柴犬的命运 却不停差一点 这本通过几十年来 对柴犬的力量刺激 稳定了柴犬的貌 深情 毛发 性质 并大力推广柴犬 靠近世界 但我们国内 就在不断打扬我们的国群 不断被捕杀 他们红药掉马 红药冰水利 红药大多首红色 原本并没有多大差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群众 这一点没有对付责 我不呼吁大家去养中华贝人群 但是希望大家能真正的国群 我们的国群并不理任何权重下 可以不安 但别上来 真心希望我国也会向邻国日本给予柴犬 标准化可以出性格稳定的中华贝人群 让全世界也能为我们的国群大黄还疯狂